Progress 无限却全新起刚起步的网络营销界黑马 将花钱省钱、赚钱相结合 目前市营运就引爆全球 它符合了后疫情时代互联网的趋势 去中心化步、跨境市、电商的趋势 大健康抗衰老趋势 亲资产创业、永续的管道收入的趋势等等 这个机会史无前列 将所未有 已经重新激发了一群优秀创业的热情和激情 吸引了越来越多精英人士加盟 今天很荣幸邀请主讲嘉宾 来自马六甲的四星董事Daphne Daphne是从事保险理财行业 转战互联网大健康的行业创业者 已有15年的保险生涯 让她看到了生命的生离死别 当自己的健康也出现状况的时候 让她更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 在2012年当时她遇到了一位朋友 向她分享互联网大健康产业的产业的机会 让她看到了这个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未来趋势 进而转换跑道 投入互联网大健康产业 三年前她与美商凯利四星钻石总裁 Grace Wu在前平台的一面之源 造就了她现在与无钻袖手合作的契机 以下的时间就有请我们的主讲嘉宾 四星董事Daphne 为大家主讲凯利的事业说明会 掌声有请Daphne 嗨 非常感谢美丽大方的主持人Alicia 在线上的凯利家人们 各位企业家 各位新朋友 大家早上好 晚上好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Daphne 我来自古城马六奖 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系来说爱你 那今天很感恩有机会 无钻给我机会在这里学习 跟各位分享我对于凯利的看见 那刚才主持人已经有介绍 我之前是从事这个受险行业 一个机缘之下让我进入了大健康产业 那在这十年的时间 我和先生不断的去探索 这个所谓的网络营销事业 那么让我们看到一个结论是 我们发觉到在这个领域里面 往往赚到钱的是那80%的人 那大部分往往赚到钱的是那20%的人 而80%的人是得不到他们要的结果 赚不到钱的 而大部分的都是消费者 那么这一次能够来到美商凯利 真的要感恩宇宙妈妈 让我三年前有机会认识到我非常尊敬的吴传 那在我们前平台 他是我一个非常尊敬的这个领导 那可以说我是被吴传的个人魅力所吸引来到这个美商凯利的 那当时吴传呢 是我在我的先生在这个FB就是面子书看到吴传 在来到这个官宣做凯利的时候 我们是自动联络他的 那很快的吴传联系了我们 那那个时候呢 我的先生用了一个星期去了解美商凯利呢 我们是被凯利的五大理由的其中两种而吸引的 所以在四月呢就开始加入了 那在短短这几个月的时间 我很感恩自己当初勇敢的选择 那么今天晚上跟各位分享这五大理由是当初吸引我的 那不知道这五大理由是不是也同样的能够吸引你呢 那等一等哦 帮我来分享这个头影片 OK OK 那在线上的新朋友们 这是我选择美商凯利的五大理由 那其实美商凯利呢 是一家美国生物科技网络营销公司 做的是品牌供应链 致力于从唤醒细胞开始的抗衰老市场 那并改善人体的新陈代谢和提升免疫力等功能 那凯利的母公司Forexels呢 就Forexels就在这个美国洛杉矶 那凯利的母公司Forexels 是美国综合实力派前五名的保健品生产厂家 也为GNC Gold Coast Whole Foods 李嘉诚其和其他的支销公司呢 等众多的企业配方并加工生产 同时拥有实体上的权威认证跟 和这个资质 在业界口碑非常的好 那么这个我相信大家如果对于这个保健这一块很重视的朋友呢 可能你最近会开始听到市场上有很多NMN的这个产品 NMN的发现呢 是人类去白鲤如醇之后 在这个抗衰老领域研究中呢 又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那白鲤如醇可以激活一条的长寿蛋白基因 而NMN呢 可以激活七条长寿蛋白基因 科学家再次找到了一个更简单 方便安全的方法 可以逆转人类的衰老 那她的生物学机理以及临床试验呢 都充分证明了其安全性和强大的抗衰老作用 将近这两年呢 都一直受到富人们的追捧和投资 那我们美商凯利呢 是拥有SOD和NMN等原产料的工厂 那同时也拥有科研团队和自己的试验社 从生产 从生产 研发 原料的生产 产品加工呢 到成品 终端的销售 实现了共产销一条龙的服务 那凯利拥有一栋七万多英尺的产房 和一栋七万多英尺的仓库办公室 拥有自己的科研团队和试验社 大家看看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试验社 那李嘉诚 这个首富呢 李嘉诚先生 他的抗衰老产品TOU 也是由我们的母公司Foree所研发的 好 那另外一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第一大理由呢 这个平台的实力跟初心 我们说这个创办人的初心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这两位创办人 第一位是Steve 第二位是我们的林博士 他们的德行啊 可以用这四句话来 来这么形容他们的 就是正直诚信 纯朴善良 敬业靠谱 厚得宰物啊 他们这两位非常有爱心的创办人呢 他们的初心就是为了 让终端消费者能够吃上 重金打造 性价比超高的产品 第二呢是为了把节约下来的产品 成本回馈给消费者 所以纯消费也有机会赚钱哦 把消费致富呢 能够进行的更加的彻底啊 好那第二大理由呢 就是独特的产品优势 我们说产品是一家公司的灵魂 那么在这个产品呢 我们美商凯利的产品 是全球唯一一家 同时拥有18项权威认证的产品 保证了产品有效性和安全性 那么这个大家看到 我们也是独家有这个精密范围 高科技的二维码 你只要扫一扫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产品是什么时候出产的 所以呢再也不用担心吃到市场上假冒的 这些产品 也不用担心产品在物流的环节中所跳包 所以呢给这个消费者满满的 这个安全感跟幸福感 那大家看到旁边的这个认证呢 哈拉就是清真产品认证 产品呢是符合清真标准的 那第二个这个informed choice呢 就是无畏竞品认证 拥有国际反兴奋剂组织的 那么这个是非基因认证 产品都是自然加工 非转基因培育的 那我们公司的产品呢 都拥有这18项的国际权威认证 第一个呢就是拥有FDA自由贸易证书 第二就是PDO美国医师指南 那我们说能够进入这个PDO产品呢 都必须要达到美国药典USB的标准 必须要是有效性的 军医性的和这个溶解性的 这就是美国产品级的标准 这也是这个药品级的营养保健品 别于市场上大多数的食品 级别保健品的根本所在 所以呢最为安全科学和有效性 那凯利的六款产品呢 都登入这个PDO 所以将会给全球广大的消费者呢 更大的这个信心 那第三也获得这个Submik营养 实验室出局的NMN纯度认证 同时也拥有NSF符合运动员的GMP的标准 第五是NSF30补充GMP的标准 也获得CRC结石的认证 同时也拥有工厂新增注册认证 第八是新增食品认证 第九呢刚才我说的就拥有这个反兴奋剂组织 无伪进物生产的认证 那第十呢是拥有CCOF有机认证 也获得加州公共卫生部有机加工产品的认证 那同时也符合HACCP标准工厂认证 那么在第十三项是 加州公共卫生部食品的制造商证书 食品自由贸易及这个出口的证书 那第十四项也获得register 这个2021年的这个准值认证 十五也获得Health Canada的这个注册 我们说有一些产品如果能够进入这个Australia呢 都是非常的严格 但是未必能够进入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国家 那如果产品能够进入加拿大呢 这个代表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 那第六呢是也获得反兴奋剂组织 无伪进物质 第十七呢是H2Analysis认证 第十八呢也获得国际清标准协会的认证 那在线上的朋友 你说啊在我过去呢 我还没有吃过一项产品呢 同时能够获得这十八项国际权威认证的 OK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在十月份的时候呢 终于获得了这个照 这个牌照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的伙伴是非常的高兴的 好那么这一款呢 哇这一款青春逆龄片呢 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一个产品 好多朋友呢就被这个逆龄片这三个字而吸引进来了 那我们说啊 这个青春逆龄片呢 是我们美国独家生物发酵 发生产特级纯贝塔型的NMN 而且这个纯度呢能够高达99.92% 我们是一个特级的NMN OK那同时 唯一拥有18000IU的SOE 市场上很多的这个NMN 只是纯NMN 那我们的这个NMN呢 是付添加了这个SOE 那SOE是什么呢 SOE哦 它能够有效的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能够帮助身体抗氧化 抗糖化 同时还可以抗光化 它是这个口腔含片 我们只要放在这个口腔里呢 就好像含着糖果酱 只要15秒的时间呢 就可以陆续的被我们身体的细胞所吸收 而且每瓶的这个SOE NMN呢 含有1800毫克的NMN 全面能够激活人体的气调 长寿单白基因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呢 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而且这一项呢 也同时唯一获得16项权威认证的 产颜一体的产品 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我们这里马来西亚呢 也很多伙伴吃了之后 哇一段在非常短的时间 不管我们的皮肤变得很紧实 然后呢 这个也很有这个光子 好 那第二款呢 这个是多矿免疫调节早蓝益生菌 我想说 这个益生菌呢 在市场上应该不会陌生 市场上有很多的品牌的这个益生菌 那我们这一款呢 不是普通的益生菌 我们这款是多矿免疫调节早蓝益生菌 那这款益生菌呢 它里面是独家含有SOE的益生菌 刚才我说 SOE能够清除我们体内的这个自由基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款益生菌呢 有添加了SOE 所以能够帮助清除场内的自由基 和素变 可以帮助减肥瘦身 让皮肤放光 哇 这是我的救星啊 因为我从小都是小胖妹啊 十七八岁啊 就开始学了一家吃减肥药啦 减肥代餐 结果呢 长达十年的时间多 过于依赖减肥产品 而自己没有养成良好的 这个饮食习惯的运动呢 结果让我的身材越来越胖 在35岁呢 我的身体就老化的非常的快 所以很感恩让当我遇到凯莉的产品的时候啊 让我能够找回我的健康的同时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呢 我会变得更加的苗条 而且让我会变得更年轻 那服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呢 我已经瘦了十几磅啊 很感恩让我遇见凯莉的产品 那这一款益生菌呢 也含有三百亿株 十一种活性益生菌 也添加了益生源 那也是一个独特添加 深海红枣矿物精华 和有机枣染蛋白哦 那含有人体所需要的 七十二种以上的矿物微量元素 也为关节啊 这个骨骼啊 消化系统呢 提供支持 那在里边呢 还有K2B3的维他命 能够增强产品的协同效应 也能够提高营养的吸收率 临床试验证明呢 服用了一周 即可快速的 全方位提升身体的免疫力 哇 这一个能够快速的 全方位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自从这两年哦 这个疫情 这两年的疫情啊 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 所以身边很多朋友说 这个时候我们都不拼财力物力 或者你的这个 什么影响力啦 大家注重的是什么呢 注重的是免疫力 所以这一款 早兰益生菌呢 我们家里的大大小小 每一个人都需要 能够快速的提升 我们的免疫力哦 这一款呢 也是我非常爱的 脑力剑 这款脑力剑呢 独特添加了 Alpha GPC 可穿透血脑屏障 营养啊 这个营养大脑 能够提升学习和 记忆力的能力 全方位提升大脑的功能 对自闭症啊 忧郁症啊 电脑症等呢 都有着很大的这个改善 而且含有特级的99.92高纯度的NMN在里边哦 这个NMN呢 能够提升生经元的NAD加水平 能够激活七种的这个长寿蛋白基因 同时可以修复细胞DNA 那在这个LIFE SPAN呢 里头也添加了白鲁卤唇 指弹齐 GG CG 和这个天皇素等有机成分 能够提升协同作用 有效的清除脑部的自由基 可以保护神经 这个脑神经元 对抗细胞的衰老啊 预防老年痴呆完全的提升退休生活的品质 能够让我们优雅有尊严的生活啊 在这个脑力界里面呢 这短短六个多月里面 在我们团队里面呢 我真的很有一些的 这个见证让我很感动的 在这里就有一个格案 就是我的伙伴啊 帮助了一个患有这个 Parkinson的 就是Botkinson的这个老人 让他吃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的产品啊 能够讲话开始清晰了 本来走动行动是很不方便 因为开始僵硬了嘛 但是吃了我们 这个凯利的产品呢 他开始行动也越来越好了 那还有一个格案呢 就是有一个伙伴的朋友 他本身在某一家的 这个营养保健品公司 经营了三十几年 但是他的母亲呢 得了这个老雷斯之症 他没有办法去医治他 而且他的母亲是白一天 一整天必须要穿那个成能药片的 那有长达 将近两三个月的时间 他都不开口讲话了 那个时候我的伙伴 去找这个朋友的时候呢 可能基于好朋友啦 应酬还是什么 他就买了两罐的这个licepan 给他的母亲吃 结果他一天只给他母亲 吃两颗的这个licepan哦 只是吃了短短十天的时间 他的这个母亲哦 终于开口讲话了 而且吃了一个多月之后呢 他的这个母亲会说要上厕所 所以现在呢 百天的时间 他的母亲不需要 依赖这个使用这个成能药片 只是在晚上的才需要 所以看到这些的见证啊 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我在去分享的时候 我的朋友如果是父母亲 还健在的话呢 我都跟他们说 如果父母亲 父母亲健康是我们做儿女的福气啊 那很多 不要说老人家了 我们现在四十几岁 有时工作太忙啊 我们都会感觉会健忘对吗 所以不要等到有问题的时候 才来保护这个大脑哦 所以这个脑力键呢 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尤其现在我们工作忙碌啊 那我发现之后 除了这个脑力键 让我做事情哦 会更加的集中 还有这一款呢 它也是我们这一个 要瘦身的朋友的一个家因哦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款licepan呢 当我们吃了之后啊 它能够有效的 能够让我们的身体 进入这个同胜的能力 也能够帮助燃烧脂肪 也获得能量 所以能够促进这个新陈代谢 让我们的身材呢 能够恢复苗条 OK 所以这个也是我非常爱的一款产品哦 好那接下来这一款呢 是引爆全球黑科技的产品 PQQ氢气片 这款产品呢 是全球独家配 这个科学配方哦 我们这个氢气片呢 有添加了PQQ加H2 能够提升协同作用 也是全球独家的技术 原味杂味 这个色氢呢 加这个微纳米气泡 再加上这个灵界点 燃养灭泡 加这个离心物化 弥散技术 OK 它能够激活自身的 这个排毒系统 同时能够促进 我们的器官的新陈代谢 能够提高体内的SOD水平 也可以窜透血脑瓶 瓶障 能够调节中枢的 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 可以减少乳酸的堆积 也能够这个缓解压力 和这个消源的 消源的这个反应 那在这个两者的 协同作用之下呢 能够促进 这个新鲜立体的生成 能够帮助清除自由基 也能够调节 这个质脂和糖类的代谢 可以帮助燃烧脂肪 促进这个肌肉的组织重塑 平衡肌体生理的这个指标 我相信如果听到能够 帮助燃烧脂肪呢 一定很多人喜欢对吗 因为现在物质越来越发达 大家生活的都非常的好 因此呢也吃得很好 所以呢如果一款产品 能够让我们吃的同时 又能够消除我们的脂肪 让我们更快回复 这个苗条呢 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很喜欢 好这一款呢 是我们不久前公司 才推出的这个新产品 就是紫痰奇换活饮 那这一款呢 rejuice呢 这一款产品哦 它是每包紫痰奇 这个换活饮呢 它里面有100mg的这个紫痰奇 是口腹血 将浓度呢 它比这个白梨卤唇高 大约6倍 有更好的生物利用度 代谢稳定性 抗氧化性呢 和这个细胞的 自过氧的这个氧化 能够激活 NLFZ的抗氧化通路 通过血脑屏障呢 它能够保护 这个神经的系统 同时也能够保护 这个心脑血管 也能够保护眼睛啊 能够 也能够增强我们的 这个免疫系统哦 现在在这一段疫情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觉得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非常依赖 这个电脑跟电话 所以我们的眼睛哦 会非常的伤身 所以这一款PQQ呢 它能够有效的保护 我们的 这一个 眼睛 那除此之外呢 它里面还有 全能的营养包 跟这个全能的水果包哦 到目前为止 是最高性价比的饮品 同时 最重要的 它很容易携带 随时饮用 能够补充我们的体力 也能够改善 我们的睡眠哦 因为它一包一包的 我们只要放在包包 随时要喝的都可以 那今天下午呢 我的一个伙伴跟我分享 他很开心的跟我分享 因为他的先生本身 是一位洗肾患者 他说不知道前两个星期 发生什么事 他就人很容易晕 就很容易晕 所以呢 他就给他喝 他就给他喝 所以他觉得 喝了之后呢 他很快就能够 让他的这个身体 不会这么晕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凯莉的产品呢 帮了很多朋友呢 找回了他们的这个健康 那刚我分享了我们凯莉产品的这么多产品 大家听起来好像每一款都非常棒哦 对不对 好 那么公司平台这么棒 产品也这么棒 那第三个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超人性化的奖金制度啊 所以当时呢 我也是被这个人性化的奖金制度所吸引的咯 那在这里呢 我们拥有八大收益 第一个项收益就是零售收益咯 一般呢 就是你进来是有这个会员价吗 然后你卖出去可以零售 你能够赚取这个中间的差呢 那第二呢 就是这个我们的推广收入 我们的推广收益呢 从最低50块美金到最高500块美金 看你推广的哪 你的这个伙伴是以哪一个套组来加入 那第三呢 是分销收益 哇 这个分销收益哦 当我加入的时候 我开始拿这个分销收益的时候 我内心非常的感动 因为在过去我也有带这个组织嘛 那过去只是拿分数 却没有这个分销收益 在这个分销收益里面 它能够从最低3块美金 然后到30块美金 这个加起来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这个奖金哦 那第一次呢 就是拓展收益 这个拓展奖呢 是给董事以上的 就是一星董事以上的董事啊 钻石们呢 当你来到有晋升的时候呢 会根据你的级别 你能够获取更高的这个收益 那第五呢 就是市场收益 这个市场收益 我相信大家应该不会陌生 如果有做过双毁制度的 这些朋友呢 我们应该有听过这个对碰奖金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市场收益 那管理收益呢 就是当我们的伙伴开始 领取这个对碰奖金的时候呢 那你以上的领导就能够额外 以根据你的级别来赢取这一个管理收益 那第七呢 就是福利收益 哇 这个呢 以目前为止 我想应该是我们凯利 目前有的这个特别的一个奖金制度 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过 纯消费 纯消费 零推荐都有机会赚取这个福利收益 那第八呢 就是全球分红 这就是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最吸引人的 这个奖金制度呢 就是210奖金系统 好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超人性化的奖金制度 到底什么是210的模式呢 好 二的含义呢 就是公司会给我们两个营运区 可以让我们赚到推荐奖 分销奖 业绩奖 管理奖 钻石分红 那一的含义呢 在这里 只要是经营一个营运区的话 也同样赚大钱 大家有没有听过啊 就是代表说 我们只做一边一条腿的话呢 除了业绩奖 除外没有拿到呢 其他的奖金都可以赚到 而且呢 同样能够上钻石哦 当时我听到 哇 做义运区也能够赚钱 还能够上钻石 哇 所以我说 来凯利呢 可以让我实现我的钻石梦哦 好 那210的零代表什么呢 零就是公司额外征送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局政福利奖 那这个局政福利奖呢 是给所有购买 配套的这个消费者啊 都有机会进入这个局政 那按照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的这个规律的系统呢 自动的安排站位 局政图下面的人数越多 钱也就越多了 而且可以帮助 低分享 零推荐能力的消费者呢 也有机会 每月赚到三 赚到的这个奖金哦 三美元 只要在你以下的 这个伙伴 有活跃的话呢 一个人呢 你能够赚起三美元哦 在线上的朋友 可能你觉得三美元 应该不很多对吗 如果你以下有十个人呢 就三十美元啦 那是如果你以下有一百个人呢 就三百美元啦 在这里呢 如果一个零消费 零推荐的伙伴啊 在这里有机会赚起最高的 这个福利奖呢 是两千块马币 两千块美金耶 哇 在马来西亚呢 八千多块马币哦 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退休金了 所以在这样的奖金制度 是完全可以感动消费者的 而且能够降低消费者的恐惧啊 能够激发人类的这个分享天性 让消费者呢 更有底气 而且完全没有复杂的分享 当我看到这个 举正讲的时候 哇 我刚开始想的时候 是真的有这样吗 这几个月走来 我内心很感动 因为呢 我看到一些伙伴在过去哦 真的是推荐能力比较差的 他们是因为 当我一跟他们分享的时候 他们就简单相信站位了 所以今天 他们也开始 领取这个局正奖哦 而且是很多的三块美金哦 好 那210特色呢 能够让你不再恐惧啊 210的特色 它能够解决了 传统网络营销 过程中所出现的 只赚积分不赚钱的痛点 这种超人性化的奖金制度呢 自然能够感动到团队 也能够留住团队 还可以帮助团队呢 快速的裂变成长 那这个世界啊 的财富是消费者所创造的 凯利是全世界首家 真正把消费支付 这个进行的最彻底的公司 他能够真正实现了 纯消费也能够赚钱 如果愿意分享的话 收入自然的大幅度增长了 对不对 那如果是消费商的话呢 钱包也可以快速的鼓起来哦 那我们说独乐乐 不如重乐乐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说 加盟凯利呢 就相当于移民高福利国家 好 最重要的凭四个字 相信跟站位 好 那第四大理由呢 就是这个愿景与文化 凯利不全权是一个互联网 营销的平台 创始人将秉持的长期主义 平衡共生的企业精神 遵循人无我有 人有我均的创新理念呢 打造未来凯利商业帝国 在线上消费 加上这个线下的体验 那么刚刚过的这个11月份呢 也进入了上海这个进博会的展示 打响了凯利与4E产品的知名度 成为后续品牌体验馆的这个开路先锋 那未来 全球各大城市呢 将会开展凯利品牌体验馆 让消费者能够近距离的体验产品的同时 加上线上APP买单 再加上公司统一供货呢 部分的利润将进入凯利 钻石股东有限公司 所有的钻石都有机会分享 都有分享 能够获得这个品牌馆的利润 再加上股东的 这个股票的收益呢 再加上3%的分红 当我看到这个 真的要努力 大家能够努力快快的上钻石 因为在过去呢一般上上钻石的话呢 我们只听过是拿这个 3%的分红嘛 在这里还有机会能够获得品牌馆的利润 加这个股票的收益哦 所以大家加油 好 那么呢 凯利姆公司 多年来也为洛杉矶这个社区的 弱势团体呢 提供优质的营养 散事补充品 那么未来也计划帮助联合国儿童组织 非洲等发展国家的贫困地区呢 做一些的这个慈善活动 那我们是We care, We share, We end 我们关爱,我们分享,我们帮助 好 那五大理由里面 最恰当的时机已经来了 好 关键的问题是 你已经站位了吗 我非常感恩哦 当时一看到的时候 就凭简单相信赶快的站位 好 那我们讲在凯利呢 就是一份投资 投资什么呢 投资健康的身体 投资年轻的外表 也能够获得光滑细致的皮肤 很重要的呢 还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 这个管道收入 来提升家庭的现金流哦 好 那这一个呢 我是我们伙伴的见证分享 这一位就是刚刚我们美丽的主持人 Alicia 那Alicia本身 她除了是这个 比赛规划师呢 她也是她那个地方上的议员哦 所以她 身兼多职 是一个很成功的事业女性 所以呢 她是非常的忙碌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当我接触到这个凯利的产品啊 我跟她分享 很感恩 她也是简单的相信 所以去了一个多月啊 带给她健康上多方面的改善 第一改善了她贫血的问题 第二呢 也改善了她脱发的问题 第三也改 让她的这个颈椎酸痛的问题改善了 也让她的这个女性的问题 也调理了 然后她的皮肤也变得更加的紧实 和靓丽 刚刚大家有看到她的真人哦 是不是比照片里面的漂亮多了 是吗 好 那这一位 这位是我的哥哥哦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买了一套这个产品呢 我们就大家来开始试吃 那我的哥哥也是跟我一样 都是肥胖嘛 她什么问题呢 她的这个脚痛 早上一起来踩地的时候啊 那个脚板疼痛 当她越走越久的时候就是越痛 所以 我们就说 阿哥 你就试吃一套吧 当她吃了四天后 我回我母亲家的时候 她看到我说 她很可爱的 我家里的兄弟姐妹都叫我肥的 肥的 她说我感觉我的脚板没这么痛了耶 她说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那结果她吃了一个月之后呢 她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而且人也变得 整个人也更加的靓丽 所以很感恩凯莉的产品 让我的家人都能够找回了健康 那旁边这一个呢 是这个脱法的问题 这一位是我们的 Steve Hong的 Steve Hong的见证 那她本身是在 2000年12月的时候 发现自己有脱法的问题 那么在今年3月7日的时候呢 就开始吃了凯莉的NMN 那她非常感恩凯莉的产品 让她在6到25天的时间 她的这个落法的问题 就开始提升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呢 在这里 是20年12月的时候 你看她的头发 这边非常的空的白白的 后来吃了三个月的时间 大家看到吗 她的这个头发呢 开始长得比较多了 也比较密度 所以呢 对于男人女人都好 如果我们头发少的话呢 看上去比实际年龄 还大几岁哦 那如果今天我们有脱发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的救星哦 好 那这一位呢 是我们伙伴的母亲 她本身呢 她其实她一向都有 服用一些的 不同品牌的保健品 跟一些的美容产品 但是由于年年龄嘛 她已经也有超过70岁了 那就是脸上的这个老人班啊 那她本身还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她的右边的紧碎哦 就是长时间都是感觉是拉紧的 尤其是早上的时候 一睡醒的时候呢 她会感觉很麻麻这样的 所以人就感觉到很容易累 和头晕 自从吃上了我们的SO2NMNPQQ 还有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呢 在短短的10天啊 她早上起身的时候 哇 她感觉到这个 她的这个紧碎哦 开始不会降硬了 而且呢 她的这个皮肤也变得 更加的亮丽哦 你看她的原本的这个斑斑 现在整个皮肤 她也越来越亮丽了 哇 谁说了 人家不要美啊 当她这个斑斑 已经淡化了之后呢 也让我们的灵妈妈 活得越来越有自信哦 这一位呢 是我们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啊 我们的伙伴好多都 把吴钻当女神哦 那个时候三年前 我认识吴钻的时候 她确实是一个大妈哦 那现在呢 吃了凯莉产品 哇 真的是大妈哦 变成辣妈了 她真的是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漂亮 好 那刚才听了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这么多棒棒的这个见证啊 那到底要如何加盟凯利呢 非常简单 我们这里有四个套组 从美金499 1099到2399 最高的至尊套组是美金2999 那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能力来选择我们自己所需要的这个套组加入哦 只要你选择其中一种的任何一个套组的话呢 你都能够有机会跟这个全美首股大的这个营养保这个制造厂商合作 所以你说这个产品这个事业啊 他的这个门槛真的是太低了 太低了 当你选择每个套组的时候呢 你是新人 你还获得这个礼券哦 在这个月啊 圣诞节跟我们新的一年即将来临啊 你在这个时候加入是非常非常的幸运的 为什么呢 除了这个新人礼券的话呢 如果你选择499的套组 你将会有50块的 这个新人礼券 如果是1099的套组 你将会有 对不起 将会有这个200块的礼券 然后呢 如果是选择这个经典套组呢 将会获得500块的这个礼券 然后如果选择2999的配套呢 你将获得1000块的新人礼券 这个礼券能够让我们来换取我们所需要的产品 在这里哦 我们还付送这个真品啊 真的是超值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向邀请你进群的朋友去了解哦 好那我们说你的选择将决定了你的命运 那有可能今天你的选择不单只能够改变你的命运 还能够改变你家人的命运哦 好那一个人的生活品质的改变啊 源于获得一个重要的信息 并做出正确的决定 在凯获呢 我们干好了有钱 干不好也有健康 成功的显眼 不成功也显年轻哦 好 让我们一起来迎接下一轮的这个财富盛宴哦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哦 那非常感恩大家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就交给我们美丽的主持人 Alicia Alicia在吗 Alicia没有开到卖 你们还没开卖 打开你的话筒 没关系 还是我帮你打开 可以吗 Alicia 哦 Alicia刚才好像没有 OK 一下子哈 可以打开了 OK 打开了 Alicia 可以讲 哦 好好 可以 可以打开了 好 谢谢 Defny的精彩分享 凯莉公司的平台提供超人性化的消费支付奖金制度 分享越多 钱包就越饱满哦 做一个营运区也可以赚大钱 今天 进来的朋友 可以咨询你的朋友带你进来的 可以多了解一下 凯莉公司的产品 凯莉公司的产品 是会说话 服用了过后的都可以了解到 都可以 就是有个体验 更了解到产品 能够帮助到家人的身体健康 接下来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分享嘉宾 第一位分享嘉宾 名叫秀花 又名阿花 来自马来西亚 马六甲古城 阿花曾经是从事保险界已有数年的经验 曾经也经历过家人的健康问题状况 是什么样的机缘 让阿花加入美商凯莉呢 现在就有请阿花来分享她与凯莉的故事 掌声有请阿花 谢谢 谢谢 谢谢美丽的主持人 大家好 各位企业家 这个朋友们大家好 吴传好 晚上好 早上好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 马路甲的秀花 谢谢 今天呢 这个 我的领导呢 给我这个机会 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我是一个当亲妈妈 因为先生呢 英年早逝哦 是因为突发心脏病暴毙我的先生 至今呢 已经有16个年头了 16年了 让我的三个孩子呢 从此也失去了这个爸爸 那么 自从失去了爸爸呢 让我全家遭受重大的打击啊 其实 这个煎熬真的是很难的 熬过去啊 因为先生突然的离去哦 让我整个人呢 什么毅力都没有 消沉的下去 生活呢 还是要过的 毕竟还是要坚强起来 那么自从先生 突然心脏暴毙呢 更让我呢 意识到健康的重要 所以 心想 三个孩子已经没有爸爸了 如果今天这个妈妈 有什么事情怎么办呢 所以我更加体会健康的重要 所以我也是跟我的领导 Daphne呢 在前平台 我吃那前平台的这个产品呢 也吃了有七八年了 那时候也 修花是没有学历的 所以感谢妹妹 带我加入这个互联网这个平台 那么在前平台呢 所谓的一个大上角 看得很多的分数 看得到拿不到 这个就是 所以这次呢 我的领导呢 他转移平台 转入这个凯利这个平台呢 那么我也 我也相信我的领导 我也很快的决定了 加入这个凯利这个平台 自从加入凯利平台呢 我真的非常的开心哦 因为为什么 我是局正奖的 这个受益者 受益者之一 在这两个月呢 我真的是很非常开心 我真的是吃到免费的产品了 在这两个月 真的谢谢凯利 时常无赚都有讲到的 无赚时常在提 无赚时常在提起 在讲解分享的时候呢 无赚时常讲的一句话 他说这个平台啊 连这个哑巴都能够去分享 时常讲到哑巴都能够出去分享 我深深的体会到 因为我本身有一个哑巴的孩子 我有一个欠陷的孩子 就是聋哑的 所以每次无赚讲这句话呢 让我体会很深很深 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动力啊 刚才Alicia主持人有讲到 我曾经做过保险好多年 对的 因为现在保在那个时候呢 保险呢 我们没有做到那个 那个啊 没有做到那个 过大 就是没有 没有 得不到公司的那个 怎么样讲呢 过大 就是 对 得不到 我们做不到那个 过大呢 就在这两年 我就被公司 中止那个荷业 在那中止荷业之后呢 什么都没有 什么薪水都没有 什么薪水都没有 所以 那个时候的我 真的是很懊恼 所以虽然我在前平台 跟我妹妹 在这几年 吃产品 有经营一些 可是呢 渐渐的 也是没有做了 在这两年疫情当中呢 所以秀华也是很懊恼 这两年 真的不知道如何去啊 生活还是要过 所以 阿花呢 幸好还会 跟人家烹饪煮咯 在这两年就是煮 人家大伙食我就煮 所以这每天就是忙忙碌碌 一天呢 可以是 一天呢 我的时间工作时间呢 可以说要 要做15个小时 一天要做工作日 一天要15个小时 所以真的是在这两年 真的是非常 非常非常的劳累 劳累 真的是 不敢照镜子啊 所以时常看到镜子 为什么阿花变成这样 又憔悴 皱纹就很满脸的皱纹 整个人呢 就憔悴下去了 因为忙忙碌碌 真的是很劳累 所以我非常感谢妹妹 介绍了我这个凯莉 这个产品了 所以我服用了 在这几个月呢 我很勤劳服用的产品 所以现在我越来越爱看镜子的我 为什么 我看 看见我自己本身呢 慢慢的脸上有光泽了 也有光亮了 健康也一天一天的在 在进步 以前呢 我常常一夜睡觉啊 我一夜要起很多次的 要上洗手间 一个晚上呢 至少要三到四次上洗手间 如果没有上不行的 有时候我急起来呢 我小便会漏啊 所以我们人退化了 已经老化了 所以感谢这个凯莉的产品 所以我在这几个月呢 服用了 我有服用了这些产品呢 渐渐的这些问题 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 我真的非常的开心 所以我自己本身呢 从小都有一个梦想 我相信这一次我 加入这个凯莉这个平台呢 我虽然没有学历啊 我相信 我一定会实现我的梦想 在这里我真的是要感谢 我的妹妹Daphne 把我带入这个平台 要感谢吴传 吴传 谢谢你 谢谢你啊 吴传 每一次的 每一个星期的心灵课程 我都是有在听 还有 每会必到 我一定有参与 所以我边做边学 所以我相信我在凯莉 我一定能够实现我的梦想 谢谢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 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美丽的主持人 谢谢 谢谢秀华的精彩分享 哇 秀华的这个分享很感动哦 就是一个单亲家庭 单亲妈妈 需要每天很群劳的工作 超过15个小时 然后凯莉的平台产品 也帮助到阿花的身体的健康 其实我们如果是 就是服用产品的这个消费者 基本来说 群劳服用产品 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 因为阿花的责任很重大 需要照顾三位孩子 然后又是这是显示着母爱的伟大 在凯莉的公司 能够带来健康的同时 也可以带来给家人和朋友的 分享爱与关怀 谢谢秀华的精彩分享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位分享嘉宾 Evan Lim 是来自JB的马来西亚JB的伙伴 曾经在新加坡酒店业 负责行政管理 后来转去创业旅游业 在类似传销也有几年经验 是什么样的情况 让Evan看懂凯莉事业 而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现在就有请Evan为大家分享 掌声有请Evan 好的谢谢漂亮的主持人Alicia 大家好全球的朋友 凯莉的家人们 大家平安 很感恩今天能为大家 分享我的见证 刚才Alicia有分享 就是有分享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柔佛州 对的 我之前就是知道 本来在新加坡工作 过后回来的马来西亚 是因为家庭的关系 然后就辗转进入网络营销 因为知道说 只有网络营销的时间才能够是自由的 才能够兼顾得到家庭 而且有足够的收入 所以在这十年里面 兜兜转转认识了好一些的平台 当中也学习了不少的东西 所以每一次认识一个新平台的时候 我都会花时间去了解产品 营销系统 奖金制度 然后才经营 然后今年七月的时候 我的堂姐就是Jig 她当时也刚刚认识凯利不久 就打电话给我 跟我分享凯利 我还记得我跟她聊了很久很久 但是之前在前平台有受伤过的 然后我就觉得凯利的产品 也是很贵 因为MCO嘛 就是大家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 然后公司也很新等等的理由 我就拒绝她 然后去到九月份的时候 也是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 她就从吉隆坡回到家乡 她就通知我 希望我和她见面 然后当时我其实不愿意的 我不愿意跟她见面 因为我是觉得我很忙 我是全职妈妈嘛 然后我有四个一岁到七岁的宝贝 然后每次我如果出门的话 我就需要安排我的家人 也不会常常因为你作痛的 然后喝了过后 我就没有特别去想很多 我去的时候还是一边聊天 我还一边在按着我的背后 然后过后我就聊着聊着 最后不痛了 可是我是回回家的 时候我才发现 哎 今天我的背后 刚才来的时候还很痛 我还一直摸着 过后又不痛了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 当下我还是有点质疑 我就不相信一个产品 这么快会有功效 然后过后就在我大伯 林爸爸的鼓励下 还有帮助下 然后刚好当时有促销 就在九月尾的时候 我们就加入了凯莉 因为是为了家人的健康 我才硬着头皮加入的 当时然后因为我爸爸的脚痛 爸爸就是有O型脚 已经开始变O型脚了 然后常常走路 一走一点他就很痛 然后就是平常他 MCO没做工的时候 就在家里会看电视 看电视的时候 一坐坐在沙发 如果超过半小时以上的 他一站起来的时候 他最少要等一个半分钟到一分钟 然后一直按着他的脚 然后才开始走 所以我就看到爸爸这几年的脚 有很很大的这个影响 有影响到他的工作 影响到他很多 所以就觉得有时候很担心 因为他睡眠 晚上睡眠也会影响 而妈妈呢 就会有坐骨神经的疼痛 他在十月的时候啊 还需要有时候起来的时候 一马上起来的当下 他还需要用着一个拐杖走 因为之前有时候 他是扶着窗口那些 我就觉得不安全 我就跟妈妈说 还是你拿着拐杖 为什么我们家有拐杖 等一下我就会说一说 因为我家中还有一个哥哥 然后就在短短的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啊 我就看到 父母的这个的症状改善了 爸爸能够很快的走路 然后不会痛 然后在刚刚过的 这个十月份左右啊 对十一月份 他也动了一个小长期的手术 因为需要做那一个测试嘛 所以就需要从医院的前面走到后面 因为新山医院是很蛮大的 爸爸通常走一阵子都不能 那当天还要上楼梯下楼梯 然后爸爸竟然能够走完了 然后过后还要走回去前前面 然后还要动手术 可是爸爸跟我说 我不痛耶 我的脚 我可以很很顺畅的走路 等一下我还要痛 因为你等一下要动手术嘛 要把那个小长推回去 所以他就讲 不会痛 我就觉得 凯莉的这个产品 有很大的功效 他们都恢复了活力了 父母 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开心 他们也大量的分享给身边的人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哥哥的见证 在八年前我哥哥中风 然后当时中风的时候 也受到很大影响 在医院住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 我们就陪同在旁边照顾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就是2019年 他第二次细菌感染 这次住了医院三个月 所以我们也是在当中一直陪同 过后呢 还有四次的抽续又在入院 就是这八年当中 都会有四次的抽续入院 最严重的就是前两次了 每一次这次的入院太久了 然后都影响到他细菌感染 然后就收到像好像咕噜头怎么样 然后每一次的入院 这大病过后他的记忆力都会消退 都会受损 短暂记忆 长期记忆有些也是会的 是过后的情况就会比较好 慢慢要等到最少一年一年多左右 他才会开始的一点一点的恢复回他的记忆 当中的时候他的行动力也影响到 他的认知能力也影响到 所以今年十月的时候 他就开始服用alpha货 因为九月三十号我们才加入嘛 然后过后 唐姐他们就先给了我们一罐alpha货 所以他也他跟爸爸他们就开始服用alpha货 PQQ然后12号的时候就开始服用了脑力货 当时他服用脑力货的时候 我为什么会相信 我是有听到了好几个Zoom 我有上了课 我就听到了这一句话 因为产品呢 他能够穿 他还有alphaGPC 能够穿透那个脑屏障 因为这几年来的医院 我都是陪同哥哥去的 然后每次都会跟医生聊天了解 然后帮过当中有认识一些中医 这些医生都告诉我 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能够穿透脑屏障 进去里面修复脑部的 所以当我听到Zoom的时候 这些课程的时候 听到这个产品能够穿透脑屏障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产品很好 能够进入到脑部去修复细胞 Zo 各个10月12号开始脑力剑 10月尾的时候 我们再去复诊 然后10月尾就有一个专科医生告诉他 他可以停止这个经风的药 就是FIT 它可以停止了 因为这几年来都没有 抽续啊 经风的状况 就叫他马上停止 可是有给药 就是说 standby在家里 如果有什么事情 他可以马上吃 然后只是短短的9天 11月4号的时候 他就经风 又在入院 然后我们就很紧张 因为每次经风入院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得要下到新山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小地方奔真 都需要下到新山大医院去 然后我们就准备好的东西 因为我们有经验了嘛 我们就快快准备好所有的衣服啊 等等的东西 然后就准备说 等一下这边 因为抽续 我们很担心 所以马上送去本地医院 然后过后才准备好了东西 就是说如果医生一说要下新山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得要冲下去新山了 然后过后这次 医生就说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情况如何 如果他没有在什么很严重的抽续会停止的话 他就不需要下到新山去了 然后这次也很感恩 很感谢主 他也不需要下到大医院去 然后这次的经风啊 竟然没有影响到他的记忆力 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 还是很开心的那种 就是住了几天过后就出院了嘛 然后他就能够很自然的回答说话 只是一些些的几天罢了 他会影响到他的记忆 然后after that他就好了 就可以对答很顺畅 所以我就很感恩接触到凯莉这个产品 能够改善到各个的状况 能够帮助得到我们家里人得到这个的健康 所以过后我们也开始很大量的分享 给我们的家人啊朋友啊 他们都看到 因为有时候刚好他们现在比较开放了 所以他们有些亲戚朋友会看到哥哥 看到哥哥的改变的时候也觉得很惊讶 因为早期的时候他们也有看到哥哥的时候 是非常瘦弱的皮包骨 然后现在的样子就是越来越光 有光泽红润 然后那个表情啊也比较丰富了 所以我们就在短短的两个半月里面 加上11月刚刚过的有那个 Thanksgiving的促销 感恩节的促销 就可以帮助我们 就可以免费的吃到产品了 所以我们希望接下来 我们能够帮助到我们身边 更多有需要的家人朋友们 找到健康 因为看到现在人很多有 这些中风啊 失智症的情况 情绪的情况 所以很希望能够帮得到身边的人 能够也得到改善 因为我相信只有 照顾者能够明白 照顾者的心情和感受 所以很希望这个产品 能够帮得到更多更多的人 也谢谢凯莉 有这么性价比高 科技很卓越的凯莉产品 能够帮得到更多更多的人 谢谢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也谢谢感恩 有很多Zoom的Metting 大量的Zoom的Metting 能够提升我们的 各个产品的知识水平 能够让我们更了解 能够更清楚的明白 然后解释给我们身边的人 好的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 我把时间交回给我们 漂亮主持人Alisha 好的 谢谢Vivonne的精彩分享 Vivonne在这个凯莉的几个月 也获得产品 帮助到家人身边朋友的身体健康 尤其凯莉的产品 包括脑力键PQQ 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脑部修复的一个情况 能够帮助到尤其失智症 或者是帮助到有中风 有脑部问题的一些朋友 家人 能够获得很好的健康 现在我们来有请第三位 分享嘉宾 橘子老师 橘子老师是来自马来西亚楼佛 橘子老师是一位形象美学导师 拥有11年的美学经验 是什么样的机缘 让橘子老师加入美商凯莉呢 现在就有请橘子老师来分享 她与凯莉的故事 掌声有请橘子老师 谢谢Alicia 美丽大方的Alicia 各位家人 各位企业家 大家现在好 橘子呢 就是很感动 刚才呢 那位Dion 就是我的堂妹 在橘子在7月的时候 加入的时候 她是我10个Nameless里面的 应该是第5位 然后跟她聊了一大 几乎是两个小时吧 我都一直在听她说 说过去的受伤 我也知道 总有一天等到你 真的 等了两个月 当然这样的一个等 我们说也 无赚时长会说 什么叫因 什么叫果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让我的推荐人 Daphne老师 也等上了三个月 所以呢 不怕慢 只要我们有耐心 再等下去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这个后疫情时代呢 整个世界 其实呢 只剩下两种的人 这也是 从无赚那边 学来的 只剩下那两 哪两种人呢 一种就是 在线上 在这个网络里面 消费的 另外一种呢 就是在网络里面 赚钱的 只有这两种人 那你是哪一种人呢 我过去是第一种人 消费 但是这一次 我不只是消费 我也能够在当中 来赚钱 非常的谢谢呢 就是大家 也非常的恭喜 现在在听着 就在现在 现在 你们 也许你们 还没有正式的加入 没关系 都要恭喜你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开始 去接触到一个 在全世界 全所未有的 可以讲是 网络的第一个 这个跨境电商的 一个营运模式 它算是最高端 产品最高端 然后呢 这个制度 是最人性化的 一个公司 我怎么可以这样子说呢 虽然我在过去 没有参与过任何的 所谓的电商的 直销的 因为 11年来都是在 从事这个教育 美学的工作 不过 这一次的 就是短短的 才7月嘛 到现在 4个月 这4个月 让我不只是吃到 免费的产品 同时候 更感恩的是 我的pocket里面 我不小心 多了很多的美金 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 我也在 这个 这三个月 我跟Daphne老师说 Daphne 我有一个愿望 我说 12月底 我要帮助50个 50个人找回健康 然后 昨天晚上 我算算一下 我差不多要到了 所以 我觉得 这个东西呢 它是 能够去帮助 只要 我们的心 对了的话 一切 一切都会对 当然不是 我自己一个人 找50位 而是因为 我们有一个 非常 这个 课程 每一天 几乎每一天 都能够在 往 这个线上 来上课 教育 已经得到了 完善的一些的 培训 第二呢 就是我们 有一个 有爱心的 大家长 第三呢 就是 这个大家长 给了我们 很多的安全感 第三呢 就是我们 有一个非常 愉悦的氛围 这三个原因呢 让我看见 它不 不只是一个 能够 在我未来 能够赚钱的 一个 一个 平台 而是我找到了 另外的一个 归宿 我很感恩 感恩凯莉 我们有一个 这样的口号 就是 感恩凯莉 谢谢凯莉 有你真好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口号 所以 非常的感恩 感恩 再次的 就是创办人 有 林博士 还有 Steve 有这样子 这样子的大爱 所以今天呢 我的分享 就到这边 鼓励 还没有正式的加入 成为这个凯莉的 企业 伙伴们 能够去 多了解这个制度 然后呢 还有产品 就是从你的 邀请你的朋友那边 能够得知更多 我把时间交回给 美丽的主持人 Alicia 谢谢 好的 谢谢橘子老师的 精彩分享 未来的趋势 其实只有两种人 一个是线上消费的 另外一个就是 网络经营者 橘子老师 在这里分享的 就是让我们更了解到 我们现在的平台 是这个时代的趋势 所以进来 今天进来的朋友 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就是现在的趋势 是可以让我们 从这一边 就是改变我们的一个 一个生活 未来的一个趋势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请我们的 吴赚 吴赚 来分享一下 谢谢 好 全球线上的伙伴们 大家现在好 晚上好 非常感恩 我们今天马来西亚团队的 这个奋献 让我们整个招商会呢 这个进行的非常的好 非常的感恩 所以呢 我们这个马来西亚团队呢 现在在快速发展 快速爆发的过程当中 从刚刚刚开始 从Daphne一个人 到今天 有个这个三百人的团队 一百多人的团队 真的是 也就短短的 这几个月时间 那刚开始呢 这个Daphne的能量 也是很低的 然后呢 就是怎么找 好像 要么找人不牵 谈了不牵 要么呢 就是牵了不做 要么就做了做不起来 所以呢 他总是一肚子的烦恼 然后后面呢 我就跟他交流 我说你的能量不够 不够不够深 能量不够提升 不够高 我说你现在要静下心来 首先问自己的why 你为什么要做凯利 你把你的目标写好 然后呢 你要把梦想视觉换 你未来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想象一下 假如有一天 有一天 你在凯利成为钻石 或者二星转 三星转 五星转 你的未来是怎么样 你要把这个画面做下来 所以呢 马来西亚团队现在呢 做了一个冲撞团队 冲撞石的团队 然后那天呢 我也在他的冲撞石团队里头 给他做一些指导 我说第一个 你梦想一定要视觉化 我说你要把所有 想要上撞石的伙伴 事先先帮 先帮助他们做一个poster 就是 祝贺谁谁谁 成为一星钻石 然后呢 要彩色咯 不能黑白的 然后呢 打印出来 贴在你们家 任何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你的书房 你的床头 你的卫生间的门上 哪里 好像冰箱上面 时时刻刻给自己 一个动力 这是才不会懈怠 才不会不好意思 才不会 这样能量才会提升 果然 他们 他们最大最大的优点 马来西亚最大的优点就是 听话造作 每一次呢 每会必到 听话造作 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 真的是每会必到 无论是谁 然后呢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 都每会必到 各位 今天我们团队 有五千多人 你想想看 能够做到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 大部分人成功不了 有多少人 每会必到 很多人觉得 哎呀 每一次都讲一样的内容 没什么好听 每一次讲一样的内容 是给你能量 是给你收集故事的 最好的机会 是给你熟练 我们凯利最好的机会 你这边功夫基本功不做好 你突然间出去 跟人跟这个讲 跟那个讲 都是带着推销的性质 越是带着推销的性质 越没有 越没有能量 为什么 因为现在平台比阳台 还要多了年代 人家已经听力了 无论你说出什么话 人家已经听力了 只有通过你的能量的加强 你的状态 这种出现 这种造成的 形成的无形的能量 不知不觉 就会感召对方 而且当自己做对的时候 就会感召对的人 所以Daphne就跟我讲 她说 吴老师太神奇了 听了你话之后 能量在提升的时候 感召进来都是对的人 都是特别善良的人 无论是信佛教的 还是信基督教的 人都特别虔诚 特别善良 她说我真的是太感动了 太感谢你对我的指导 所以才有她的今天 各位虽然今天是她第一次 讲招商会 讲这个 你看她的状态多好 满脸放光了 现在的Daphne 跟我三年前见到Daphne 完全是盼弱的 所以今天还有我们伙伴的分享 我们秀发的分享 我刚才真的流下的眼泪 真的很感动 经由我们的分享 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能够帮助这些人改变命运 能够帮助他们多一份希望 好特别是现在疫情的时候 后疫情时代 病毒还在不断的肆虐 还在不断的变种 我们要不要把这信息传递出去 帮助更多人提升免疫力 所以呢 今天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Evon 我们的Evon 你看 四个孩子的妈妈 真的是不容易 一岁到七岁 你想想看每天多少事情 好 谁都可以 我经常说一句话 你不想要凯利 你可以找一百种力 我没时间啊 我孩子小啊 我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好 但是Evon在家里 也帮助了很多人 事业做了有声有声 四个孩子的妈妈 照样可以 为什么 要的话 只要一种理由 不要给自己找任何一种理由 所以呢 无论你今天多少岁 无论今天有多满 只要你今天心在凯利 一切都不是问题 因为只有心对的一切 后面的事情才会对 还有我们最后的橘子老师 从一份孝心 开始经营凯利 不是为了他自己 尽管他接触凯利平台 就像他自己说的 三个月之后才这样呢 但是呢 大夫你至少给他 拨下了这一颗种子 大夫你三个月之前 把他邀请到了 我们的这个祝母舍 招商会上 才有后面的橘子老师的故事 如果大夫你没有把他 邀请到这个招商会上 今天的橘子老师 可能还不知道 什么叫凯利 就是这样子的 这就是因缘果报 就是因我们重上因 我们不知道未来怎么样 所以为什么我跟很多人问我说 武庄啊 你为什么你的心态可以这么好 这么淡定 我说很简单 做好八个字 你就可以心态好 就可以淡定 第一个四个字 就是相信因果 只要相信因果 我们自然而然不会去做坏事 自然而然不会去撒谎 在自然而然就不会做 伤害别人的事 我们只管重上因 无论我的生成八字 多么的不好 我从当下开始 我开始重上因 我开始说好话 行好事做好人 我开始为别人照相 我开始心甘情愿 不要抱怨 慢慢慢慢 命运就已经在改变 因为你能够这样子想的话 你的能量已经在提升 能量提升就会改变 第二个八个四个字是什么呢 就是活在当下 不要去想未来太遥远的东西 特别是这疫情时间 不知道明天跟意外 不知道谁先到 我们活在每一个当下 我们自然而然 就可以把当下的 在当下做上因 在当下传播信息 在当下播种子 在当下就成为引路人 把更多的人引到凯利平台上 各位我们有这么高性价比的产品 你不要带着 带着亏欠来分享凯利 带着不自信 带着赚别人钱的这种怀念 这些这种想法会给你的能量 拉到很低很低 你自然而然没有状态 好的状态出来 我们一定要用力它 好 要相当于我们现在在打仗 我们跟病毒在打仗 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做的事情是帮助很多人 从死亡线上把它拉回生命 刚才Evan的分享 你看多惊叹了 这是他亲身经历的 有这么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 我们经营凯利跟经营 任何一个平台都不一样 经营其他的很多很多平台 一天到晚都是教你 如何去说服别人 说服别人 做凯利不需要说服 特别是在我们团队 不需要说服 只需要用自己提升的能量 用自己的正确的心 好真诚的心 去感召别人 去吸引别人 所以真正的成功 一定靠吸引 而不是靠退销 而不是靠说服 有些人一时被我们说服 回家想一下 想一个晚上第二天后悔 有什么愿 因为被说服的时候 都是心不甘情不愿 但是今天我们 用我们的真诚 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 对方被我们感召进来 他很渴望进入我们这大家庭 他会为他自己的智慧的选择 感到高兴 感到未来可期 这哪儿哪儿就不会推荡 区别在这里 所以我们要撇开 所有过去几十年 传统网络营销的做法 在我们公司 在我们 我们的公司 直到我们这么做 在我们的团队 就是用新的力量 去感召别人 跟我们最终都会找到同频 好 共振能人 我们就成功了呀 很多伙伴 他只 他只愿他的能量提升 这个同频的四个人 然后帮助这四个人 不断发展下去 照样上五星转 懂事 有什么难呢 一点都不难 所以一定要有真诚 所以这就是我们凯利 我们分享其他平台 跟分享凯利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这世界上 赚钱的方式有很多很多 不一定要做凯利 如果你紧紧奔着赚钱来 不一定 赚钱的方式太多太多了 但是今天我们要思考 我们在凯利赚钱 后面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意义没有想清楚 就会走路 网络营销的老路 一天到晚去推销 去说服别人 把自己搞得很痛苦 也把别人搞得很痛苦 但是今天我们经营凯利很幸福 很喜悦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明白 在凯利赚钱 后面的意义 第一 让自己健康 美丽 对吧 这个世界上 你要想拿说爱要有能力 要想帮助别人 自己没有能力 巧妇难为五米之炊 自己先坚强 自己获得健康 健健康康 才有办法守护家人的健康 自己都不健康 如何守护家人的健康 对吧 自己看起来比图里人年轻一点 你就可以出去 你出去就是形象代言了 要不要从自己做起 那是第一个 赚钱后面的意义 让自己获得健康和美丽 后面钱自然而然就会来 第二个意义呢 就是帮助我们的家人 就像刚才秀华说的 他已经可以免费吃产品了 他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 要帮助他三个孩子 可以免费吃产品 你看母爱也多伟大 真的我一边听他的分享 一边我在流眼泪 因为我经由你的分享 让他拦起对生命的希望 让他更有信心 更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 变成了自动播 不需要每一次都要 哎呀秀华上课了 你要开始上课了 不需要 他自己都会上课 自己都会美会必到 你的团队多一些自动播出来 你还怕赚不到钱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又可以帮助家人 获得健康 获得美丽 这是我们赚钱后面的第二个意义 多少人 是啊 是赚了很多很多钱 但是自己的健康保不住 家人的健康就更不愿讲了 对这个保健一无所知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在凯利赚钱 我们每会必到 我们可以经常听到博士的讲课 听到我们台湾 温迪老师的讲课 讲讲讲 听听听听多了 慢慢慢慢保健一时 就进来了 然后开始吃我们的产品 就吃出更好的效果 就是这样子 帮助别人 这是我们在凯利赚钱的第二个意义 第三 我们给更多走入绝境 或者在生活迷茫的时候 给对方亮起一道光 亮起一盏灯 指引他 走向他想要的人生 所以为什么我们才需要设心灵成长课程 我们很多很多很多伙伴 都私下跟我讲 武装 我本来对这个行业万面聚会 我甚至觉得我自己不适合 但是呢 我从你的心灵成长课程 我找到了力量 我开始挖掘内在自己 和自己潜在的力量 不断不断 越发现越喜悦 原来我是无价之宝 过去曾经认为自己一无是处 现在认为自己是无价之宝 因为我忽略了我自己内障的保障 所以各位 在凯利 如果你们要想借力 心灵招商会是你们避介的 心灵成长课程也是你们避介的 特别是很多很知名的企业家 你直接跟他讲 这个网络营销也好 怎么样也好 不感兴趣 你跟他说 我们有个很特殊的心灵成长课程 进来听完以后 就深深被我们吸引 他说哇 没想到 过去网络营销在他心目中 是什么样的一种印象 而今天我们凯利 我们GC99的团队 让他大跌眼镜 开始加门 开始分享 开始用爱心 开始找到赚钱背后的意义 不断的去分享 这时候完全没有了面子观 平静观 冷水观 什么观都没了 只管做最真实的自己 最真诚的自己 颠覆他的想象 所以美惠必导 昨天还有一个伙伴跟我讲 过去他也经历了很多平台 太辛苦了 他说无传 为什么 又要去找人 又要去谈担 又要做培训 又要这个 又要那个 他说今天我能够 占领的团队实在是太幸福了 因为你把所有的这些培训 全部都做了 我接下来我就很简单 我只管找人 分享 找人分享 因为我之前教过他 也教过大家 做培训很简单 第一列名单 第二讲故事 第三发视频 第四带到会议 简不简单 就这样子啊 就是按照这四步 你自己口才不好也没问题 你自己是哑巴也没问题 然后就是这样子发视频 视频发了吸引了 这时候再把 我们的招商会发给他 再把我们的心灵成长课程 发给他 不知不觉 我们GC99团队做的事情 绝对是网络营销界的 一股侵犬 一块净土 因为我们伙伴都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的善良 非常的有爱心 无论是哪一个宗教信仰 我们都不拒绝 撇开这些宗教信仰 为什么 因为一直分辨宗教信仰 是很三维的东西 我们要到四维的空间去 维度越高 赚钱越容易 吸引力就越强 所以无论你们进什么宗教 只要是正教 我都很赞叹你们 都很随喜你们 没有任何的分别 所以希望大家 无论今天你们是哪一种宗教 也是这样子 有颗宽容的心 有open mind 接受别人 所以我们在病毒 跟病毒打仗的过程当中 我们多传播一个信息 我们就相当于 多只有一个人的命 昨天晚上我们在多人多开了一个 非常成功的招商会 60几个人 将近70个人参加 还好现在大家回家都没事 因为昨天早上 我就向上天 向宇宙妈妈祈求 一定要保证 我的这个招商会圆满成功 不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大家都满心喜悦的回家 带着希望回家 政府今天早上刚刚收到 政府又下了什么 开始向限制力 因为变种异毒的这个蔓延 然后昨天晚上 我们一个中医师 跟我们分享 分享他很心痛的故事 他的二十几岁的儿子 因为打了疫苗 不小心就离开了人世 所以他知道疫苗里头是有毒素的 但是呢 现在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又不得不打 那怎么办呢 一定要喝上清洗水 因为呢 这种疫苗打进去完之后 会在我们的身体 无论你年纪多大 会在我们的身体里头 形成血栓 这个血栓呢 是定时炸弹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堵在哪里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 没有任何的前兆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然后说体内的血栓比癌症更可怕 因为癌症还给你时间跟他对抗 跟癌细胞对抗 这个是没有任何 任何预兆的血栓 说堵哪里就堵哪里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都已经都打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去打第三针 打两针 为了出行方便就OK了 我是坚决不打第三针 我本来一针都不想打 如果不是为了出灾 我一针都不想打 但是现在疫苗已经进去了 毒素已经进去了 那还好 我们凯利的家人很有福气 我们可以喝上我们的清气片 这清气片可以穿透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角落 帮助清除我们的血栓 我们才有机会活下去 今天政府说 又要给加拿大公民发钱 发钱是好事 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命去享受 血栓哪一天上哪一堵 收走就走 今晚睡下去 明天早上能不能醒过来 不知道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知道血栓什么时候 在我们身体里头 好 给我们这颗定时炸弹 堵在哪一个地方 不知道 这太可怕了 但是没办法 所以呢 这个世界说白了 不是人的世界 这个世界地球不是属于人类的 真正正正 我们人类只是客人而已 真正的主人是谁 就是微生物 就是这些病毒 我们人类只能跟他和谐相处 别指望灭绝他 不可能 持起彼伏 你今天灭了这个 他又变成另外一种 你今天灭了另外一种 又变成额外另外一种 灭不了了各位 所以这时候我们如何跟他和平分处 就像印度神父 安南德说的 首先从我们心理进化开始 我们要冥想 我们要进化自己 我们少一点贪嗔痴漫 少一点这些毒素 我们少一点称恨心 少一点对社会 对世界的不满 对家人的不满 对别人的不满 我们多一点宽容 我们进化自己 每一个人从进化自己开始 地球的能量才会提升 要不然真的地球会遭遇灭敌之灾 亚特兰蒂斯的故事大家都听过 所以我们只能从我们自己开始 用我们的爱心去分享 这么多人打过疫苗 一定要告诉他 一定要喝上清气片 喝上清气水 每天至少两杯 昨天晚上分享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一天都要洗三四澡 第一次把我们外表皮肤洗个澡 第二步就是把我们的身体里头的 五十万一个以上的细胞洗个澡 和清气片 第三 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心灵洗个澡 睡觉之前躺在床铺上 好好净化自己 好好放下所有不开心的不愉快的 怀着感恩之心 我们眼睛还可以睁开 怀着感恩之心 我们的心脏还可以跳渡 怀着感恩之心 我们的血管没有被阻塞 没有被血栓堵住 怀着感恩之心 我们珍惜我们当今所拥有的 只有这样子才会让我们慢慢慢慢平和一下 喜悦起来 要不然很多人觉得生命真的很黑暗 特别是现在这种病毒不断在变异的时候 多少人需要机会 多少人需要健康 多少人需要清气水 把身体的毒素排出去 太多太多了 所以为什么我坚信凯利 未来将会拯救全人类的一个造福死者 造福全人类的死者 那要从我们开始做起 所以我们大家马不停蹄 继续分享 继续列名单 继续分享 继续讲故事 继续发视频 发视频就可以借力 只要对方能够看视频 这时候再邀请他到我们的会议来 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不知不觉状态越来越好 我们的团队就起来 简不简单 没有那么难 你做得越简单 你的能量就越高 你做得越复杂 你的能量就越低 真正的高人一定是发防为减 所以你不要把这生意做得很复杂 你越复杂能量越低 越难复制 越简单越好 刚才的这四个步骤 大家都记下来了吗 就这样子 无论你身处何关 只要你手上有一台手机 有一部手机有一台电脑 你就可以把生意 凯利生意做到全球 好 那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 好 现在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我们知性优雅的艾利西亚 好 感恩大家 祝福大家 晚安 祝福大家 等一下给自己的心灵洗个澡 去睡觉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五传的分享 GC99的四星传 大家长为大家的精彩分享 今晚今天早上我们的会议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